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文章指 编图加设免费领商品骗局时 前提条件令网友将信息转发到自己朋友圈 或发布到很多微信群组中 从而导致诈骗信息呈现几何吸收的传播 将潜在的受害人从网友里面筛选出来 最终令他们代入骗局 评论认为要想压制这样的骗局 执法部门的严格执行必不可笑 但民众和微信平台亦要与时并进 对新的骗术有所了解 同时亦要对自己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而这类骗局之所以成功 并不是因为消费者贪图小便宜 事实上因为过去曾经有商家 用这种营销模式开拓市场 故此部分消费者的议色里面 逐渐接受了这种营销推广方式 从而降低了对骗局的警惕 微信作为内地社交平台的巨头 有责任维护平台的安全和商与 如果没有有效的资格审查和监管 恐怕类似的骗局只会越来越多 平台的商与势必受损 只有执法部门和微信平台加强对不发行为的打击 令民众提高警戒心和辨别能力 骗局将会无处遁形 网络环境亦会更加风清气静 转看下台湾的防疫情况 当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续剪闷和 蔡英文政府更宣传台湾防疫世界第一 不过日本、希腊、新西兰、澳洲等国对外解封 都没有将台湾列入解封地区 有分析指出 台湾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虽然少 但防疫显然还有不足之处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提到 希腊列出29国开放名单 亚洲包括日本、南韩和中国大陆 唯独没有疫情较轻的台湾 日本首轮开放泰国、越南、新西兰、澳洲 亦没有台湾 蔡英文政府向来吹嘘台日关系有多亲密 这个结果是个冷冰冰的反正 社论批评 蔡英文政府近期拿着防疫戒绩 强力进行大内宣 民众亦沉浸在自满里面 但就看不到台湾的防疫并不是十全十美 只是不足之处被遮掩起来 各国在决定放宽边境管制的对象时 一定会有多重的考虑 包括双边关系和年代的政治效应 但疫情才是首要顾虑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一直拒绝进行更多西查 连小规模的秋仰西检也不肯 例如人口36万冰岛筛查4万6千人 台湾2300万人只是筛查7万人 全球排名第85 其他国家在考虑开放入境时 要看到确凿的科学数字 才能理解当地社区的感染状况 以及他们的旅客所带来的风险程度 日前有近800个大陆学生联储去信教育部 希望能够尽快回台湾完成学业 台北市长夫人陈佩琪 就以铁达尼浩府如先上救生艇为例 为学生的授教权和医疗权发声 目前台湾需要建立理性沟通的渠道 以及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 这样对防疫才是最有效 今集东网点评时间差不多了 再会